所以你們通常創作的靈感 都是生活裡面來 幾乎都是 所以你們應該很會觀察別人 或是心中OS很多這樣 我OS很多是真的 對 你OS很多嗎 我OS都講出來了 沒有很多 因為我都講出來不算OS 淺台詞變台詞 我的旁白很多這樣 人生的旁白 一直在幫別人做人生的旁白 幫別人做人生的旁白 這件事情他好 你看你看那個阿嬤 好討厭的感覺 所以你們在生活當中常常會這樣嗎 比如說像我剛剛進來 你們兩位進來 到了攝影棚之後 看到那個會動的機器 就會很興奮 真的是還蠻令人興奮的 他的機器 就是生活中蠻... 其實到後來要保持這樣 保持生活對自己的刺激和敏銳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重要 而且蠻好的一件事情 不過去想到他有趣的方向在哪裡 怎麼能夠做有趣的發展 有趣的想像 我覺得當你們的朋友要很小心 不然被你們寫進段子裡去 可能是某個片段 我們不太會把整個人的事情移植到 我們的段子上面去 這是他的特質 或是特別發生了什麼事 某個事件被移植過去 事件有可能 是的 身邊果然有受害者 但他們可能自己不知道 還笑得很開心這樣 蘇貞文說我們說的就是你 他不知道 你們還有另外一種表演的形式 是唱歌 對 唱歌說故事 好 我們先看一段你們之前的演出 好的 好好笑 天啊 大雨落盡後的夏夜 大雨落盡後的夏夜 下半後的斑南線 心想這真不愧是夏天 有好多辣妹 忽然間有一個大街 說他屁股又被摸感覺 哦 說我是最想吃汗的人 明明他在車頭我在車位 哦 多想要像法官邊界 他根本不和我口味 沒想到被家中判決 被當吃汗的期間 但二十萬小報的歌點 一個這裡一招 在四周没有救生源 我马上纵身跳入海面 上岸时发现我救的人 被我车开比起你深切 多想要向法官边界 车开的可能是水鬼 其实我看这段我会回不来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从何问题 我刚刚本来想问说 康康你的歌声真的很好听 你有没有考虑单飞这样 两个人拆伙之后 你可以去当那个 他在音乐上已经单飞了 他在音乐上已经是单飞了 他本身有乐团 跳舞踢踢踏舞和爵士乐团 多才多艺这个学弟 对啊搞什么 锋芒盖过学长这样对吗 连身高都是 然后刚刚那个歌词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 是你写的 他其实每一句歌词 都可以对应到你的表演 吓死我了 是人生吗 还没有发生 应该也不会发生 被当痴汉的季节 这种无辜的这种原罪的案件 你有被当过吗 没有 没有 但是有时候我会想象 就是会不会在很解公车的时候 就真的会很害怕说会不会被当成痴汉 那个好笑的点在于 他的歌声好抒情哦 好好听哦 根本就是一个吉他王子然后在唱歌 那时候刻意营造的 可是阿达的表演是 无辜 对苦情 为什么 就是想象自己遭受原罪 只因为看起来很像痴汉 那种心情 觉得很悲戚 而且痴汉 就是他的形象上其实还蛮符合的 我是说点 这不是人生攻击 刚刚那不算人生攻击 什么是人生攻击 你告诉我 最近这句话真的超好用的 他好用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 我只是说 就是我们平常会开一些玩笑 然后对 然后那刚好这首歌就觉得 很fit到他的形象 的表演 他很可以演出那样的那样的感觉 就是我不是啊 但是被错认了这样子 那我们往回看一点好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会组成这个团体呢 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吗 因为你们刚刚说你们是学长选地 没有耶 其实是在毕业的时候 毕业之后 但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两个 以前就还蛮熟的 交情很好 还不错 而且我们同一个主修老师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还蛮常一起 一起插可是打混这样子 对 所以学校的时候你们就是 隐形的男孩团体 隐形的男孩团体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隐形的男孩团体 那学校是有很多男孩团体 还好还好 对对对对对 就玩得蛮开心的 然后之后就 一起来做做看喜剧这样子 两个人大学的时候 就都很想要朝喜剧发展了吗 没有 那时候还真的没有想过 两位都是戏剧系 对 而且都主秀导演 所以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学校比较少 真的是很专门 有喜剧这一块的教学 所以做的大部分 比较是经典文本的东西 那是毕业之后 到了Comedy Club 就是做演出之后 才开始想说 做搞教这件事情 然后退伍之后 才找康康说 要不要来做搞笑 这种 康康也考虑了一下下而已吗 因为我那时候 已经同时在跳舞了 然后 所以就同时觉得 也来玩玩看喜剧好了 然后就加入了 其实没有考虑很久 因为我本来就跟他蛮熟的 然后那个时候 那种演出的场地 也是很轻松的 所以就玩玩看 玩着玩着就慢慢 找出我们想要做的 类似的喜剧的形式 然后就玩出兴趣来了 所以你们两个搭档 演出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碰过那种台下观众 都不怎么笑的状况 就毕竟你们的主要目的 是要让大家 这个演出 对 是要开心地笑的 有那么不笑的吗 会 还是会有 但是还是会有 遇到那种状况是 你觉得怎么都不笑 今天观众怎么那么冷 然后在离开的时候 跟你说 我刚快要笑死了 真的有 或者我脸都快抽筋了 我心里想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有隔音墙吗 没有声音 但还说 谢谢 谢谢 可是那种时候 我们就要fight过去 对啊 一定在台上 就是还是要跟 那个宁静对抗 达康就是 很明显是 名字 名字 对 对 那时候是谁想到的 我妈妈 我的母亲 我们那时候还在困扰说 到底要叫什么名字 对对 就是刚成立的时候 然后我妈有一天 在餐桌上吃饭 一次又很兴奋跟我说 啊 你叫达康啊 达康啊 达康啊 达康康康 我说 好好 我问一下康康 很好啊 叫达康吗 好 问一下康康 问一下康 好好好 你问一下康康 我觉得不错啦 我觉得不错啊 就跟他讲 他觉得嗯 还不错 所以我们就叫达康达康 那一开始的时候 你心情上是否定的 对不对 我一直想说 这太通俗了吧 不太好 这不错啊 你的名字排在前面 对 母亲的心啦 还是希望儿子排在前面 可是你们真的为难我们很多次 那个.com 通常我们是拼C-O-M 对 我为什么要拼成C-O-M-E 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们 因为com就有一种 来看演出 来看演出的感觉 我觉得来这种感觉是 大家一起来看演出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谐音 如果在英文翻译上 还有一点意义的话 是不是这整个名字 就不会更那么通俗了呢 这样子 就有种反骨的精神 说实在的 想要在通俗的名字里面 突破那个数字这样 但是说真的 只有百分之八十 跟我们接触的单位 都是拼错的 然后事后跟他讲说 我们是C-O-M-E-O 对不起 已经印出来了 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没有关系 其实常有人搞错的 其实我们真的 有时候真的蛮习惯的 就我们走到一个演出场地 然后海报已经印很久 发现那边 然后我们来到演出场地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哇C-O-M-E 有时候那字比我们头还要大 C-O-M 然后我们就会只要笑一下 这样 好 来吧 那另一方面呢 在所谓幽默文化 搞笑文化这件事情 会很想要推广它 让更多人去认识 甚至是更多人来从事这一份工作 让台湾的做原创性搞笑的 这个市场能够被打开来 越来越多人做 也越来越多人看 会有这个期许 对